看那晴天朗朗白云霞 舍去道场处理如莲花 老友依悠悠所长 在地温馨如一家 珍惜今日此时 蓝天白云的美好时光 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深有千年树 世间难得百年人 把握时间踏实付出 化瞬间为永恒 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 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 我是嘉玲 感恩有您在周末时刻的陪伴 也都欢迎您随时可以进入到 radio.new.ai.tv 大爱网络电台 蓝天白云好时光的节目部落格 在这儿呢透过下载功能 方便您随时来运用时间收听 那也感恩大家呢来到了线上收听 是完整立即的节目讯息 马上就收听到了 也感恩朋友您进入到留言的区块 能够回馈听节目的好心情与收获 好线上每日禁思雨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 要做钻石不要做钻脚 钻石呢是越磨越光 钻脚啊越磨越损 这句话呢上人的叮咛 如果我们用台语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更加的贴切 爱做酸酒不可以做钻角 然后这钻石呢是越磨越光 钻角就会越磨越顺啊 所以呢 闪亮亮的钻石 其实是千雕百魔磨练出来的 那钻钢呢一摔在地上 它就破掉了 所以希望朋友们 我们用这句的禁思好话 来让我们的学习 以及成长能够更精进 好线上这首好听的词迹歌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有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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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问佛 发报应 众生向人间难得 且问人 且困难 苗发去 愿去过瘾 且问人分了天地 你我之间 自在相依 却无依然 乱起不灭 阿姑姑姑 给我听 阿嬷做过 给我听 得想你再跳小旺 就离一晚 弄又走 我会给你喝西瓜 我是乖宝宝 小月娃就是我啊 我还没四岁 住在家身体健康 欢迎一起说听 早天白衣好时光 姑姑做的哟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 白云好时光 我是佳玲 继续节目中呢 我们进入到了 无量夜经讲记 陈寿均师节导读的系列 读书会内容里 其实在过去的一整年里头 我们都在菩萨广心 无量夜经 我们日日生活当中的 无穷尽的 所接触到的 不管是开口动舌 起心动念 身体的动作 上人告诉我们 无不都是在 无量夜经的生活里 一面动三千 一里通达 万里彻悟 这是上人 对于我们的提点哦 三千大千世界的道理 无不都是在 透彻的大圆境界里 所以我们这一面心啊 与宇宙万物 对世间 对于佛法真理的对应 以及这份的体悟 只要我们好好的 将心静下来 引法入心 从生活当中 您所面对的人事物 取有所领略 我相信呢 对于我们 慧命的增长 有很大的帮助 而我们现在的进度呢 是进入到德恨品 德恨品呢 是要教导我们 如何学习 佛菩萨的德恨 要能够内修外形 像如同 佛菩萨的德恨以后 才能依序渐进的 去说法 立己 立人 所以在今天 我们的进度里 也邀请所有的朋友们 回归到 无量意境的经文里 陈秀娟师姐 要带领我们 从开涅槃门 善解脱风 除世热恼 治法清凉 到赐将圣 身十二因缘 用洒无名 老病死等 猛圣赤然 苦惧日光 儿乃红柱 无上大圣 认字众生 诸有善根 不善种子 骗功得田 铺令一切 发菩提蒙 智慧日月 方便时节 服输增长 大胜事业 令众集成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常祝快乐 唯妙真实 无量大悲 救苦众生 世诸众生 真善之事 世诸众生 大良福田 世诸众生 不寝之师 世诸众生 安饮乐处 救处护处 大一指处的 这段经文内容里 我们一起来 共修分享 时间交给 陈秀珍师 解答导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世热闹 然后智 法的清凉 那我们先来说 热闹 世是指世间 热闹这边呢 指的是世间的 所有一切苦魄 智是达到 达到呢 法的清凉 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我如果现在很热 那我现在能够吹到电扇 我就马上感觉到清凉 所以他隐喻的是 我呢 生命里面很苦 所以有佛法的话 我马上可以得到解脱 好舒服那种感觉 所以呢 上人在七十四页的开寺 他说我们听到佛法的声音呢 使人烦恼去除 那这边呢 热闹跟清凉 是两个相反对照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没有学佛法 或者好好把佛法 在生活里应用 那么我将一直处在热闹当中 而且是不断不断轮回的热闹 所以呢 我必须要 在今生呢 这么好的因缘之下呢 让我自己能够透过佛法 达到我的清凉 那再来呢 赤降圣生十二因缘 接着说明 这个降呢 指的是说明 说明了 非常这个深奥的这个十二因缘 那这十二因缘里面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这十二个动作 那这边呢 无名嘛 是解释成或也很好 因为过去生里面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些想法 行呢 那无名会引发我种种的造作 也就是无名带来的这个业力 那这都是过去世的 那换句话说 过去 所有生生世世啊 所有这些业力啊 业力 以及我的无名 两个 是都存在的 无名存在我八世田 那么这个业力呢 存在我过去生 所有的这个因缘里面 那世呢 就是无名跟行 造成了我八世田里面的分别 分别造作 那这个分别心 当然就是包括了很多 我的喜欢或不喜欢 我的爱与不爱 我的讨厌与不讨厌 这个大 这个小 这个美丽 这个不美丽 这个是你的我的 这都是在分别 那我会有这样的分别 是因为这是过去生造来的 那所有这些东西 这都存在我的这个脑海里 那名色呢 就是逐渐的我的胚胎在形成了 所以这肉体的胚胎逐渐形成了 所以胚胎形成的 也就是这一世的果 果报 或者是 讲这个这一世的苦 苦也可以 这一世的果也可以 那这是胚胎在形成 然后形成以后 逐渐形成的六路 也就是我的六根 然后就有触觉 然后受 触觉接受到 感官接受到 外界的刺激 在这个第八项的部分呢 会随着我的 折取 分别跟知取呢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趋向 可是事实上啊 你的一跟二 一二三 在八就已经开始起作用 怎么样起作用呢 你爱得多一点 或少一点 然后你爱得很深 还是你爱得可以把卡刷宝都无所谓 那我可能爱得比较理智 有就买 没有就算了 对不对 那有的人根本就一点都不爱 所以在这边呢 过去的无名跟行在八的这边呢 就会产生了不同力道的作用 那么由于八的作用力呢 到九呢 就会有 圆取 我就想取 因为我很爱 很爱我就想去买 这就是取了 我想要 不一定是去买 而且设法获得 那比如说 有的人说什么 谁要追谁 所以就跑到美国去 所以这就取 那第十就是有 有呢 就是我想要拥有 那在这边呢 你看八是 第八项是爱 可是也可以想成是恨 所以呢 你的九也是取 恨怎么取 你一直存在恨当中就是取了 你恨可不可以把它放掉 放掉就没有取 但是你想啊 我的爱比如说是爱情 还有比如说是所有 我想要得到的任何的掌控的 任何的东西 那种圆满美好的状态 那因此呢 这个从这个爱啊 爱得很深 你的取就会很激烈 你的有会更加的黏着 所以啊 从这边啊 八九十就产生了 无境无边的痛苦 那如果说 我这边是有恨 一样的 你恨啊 由于我们的五着 我的恨啊 会非常非常的固着 我会在里面不肯出来 所以呢 这边啊 八九十一直都是我们 很大的痛苦的源头 当事情没有照你满意的发生的时候 那八九十任何一个阶段出问题 我们都会很不高兴 所以生老病死 这些事情啊 再重复来一遍 所以呢 我的色身是一个状态 生老病死 我事实上 你每天都不断在重复这四二因缘 无名业力一直到行 一二三 然后入胎 就是那个六路长成 要不要 第四第五 然后呢 上人开始说 以因缘如幻来 撒灭我们的无名老病死 也就是 为什么佛陀 我告诉你佛陀 佛法里面有几个基础名词 你把它写下来 你一定要把它弄懂 而且人家生活里应用 第一个就是四地 再来十二因缘 还有六度 六度四色 这四项把它弄好 那在这边的话 为什么佛陀要讲十二因缘呢 他就告诉我们 用因缘如幻来 让我们的无名老病死 这样的一个苦魄 得以解除 事实上你想 一切事情 我现在生活 遭遇到的种种的事情 怎么想一想不通 为什么这个人一定要这样 或者为什么 我在这一次会感到 这样的生气 或这样的痛苦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其实很多事情 是由于因缘的聚合而成的 因缘是和和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 因缘是占有的 占实的 所以这个占有呢 就有如幻的特质了嘛 因为幻梦一下就没有 所以有一切事情的发生 好跟不好 都是因缘去聚合而成 所以才叫做幻 幻的意思 其实也不是指他没有 或者是假的 指的是暂时 所以每个人 都是他自己面临的 不一样的因缘 一直参与 一直参与 一直分散 一直参与 一直分散 所以我的人生也是如此 我的人生就如同在 这个交通路上一样的 不断的因缘聚合 那所以呢 这边才讲到 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一切的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我们要这样看 如露一如电 意思是都是很短暂 短暂到像电一样的短暂 如果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 对我们的一生 所遭遇的东西 人事物 它很短暂 那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我一生里面 遇到的各种人事物 都是这样的短暂 短暂到像电量 一闪就过 那我应该怎么办 珍惜对不对 感恩 对 好的不好的都感恩 那 如果万一暂时不好的 要感恩 有点难 你就想 好的感恩 不好的 它也很快会过去 用这样来鼓励我们自己 好的呢 如果不好的会过去 好的当然也会过去 所以怎么办 要放手 对不对 感恩以后 别忘了要放手 所以呢 如果我对于好的 我很喜欢 我万一它改变了 我虽然感恩 可是我可不想要它改变 可是它一定要改变 就包括你的18岁青春 包括你以前那个 连在你身边的 可爱的小儿子 小女儿 包括以前 你在这个月下的 这个非常好的爱情 包括什么英雄的当年勇 嘿 这些过了就过了 真的就不要再提了 那我们就一直要保持这种 非常理性的 我就一直在当下 过去就过去了 它就要换灯片 一直过去 一直过去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追以前的换灯片 不然就在想说 下一张不晓会怎样 所以你就不要这样想 这一张就这一张 前面后面通通没有 不停的不停的告诉自己 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人就活对了 活对了就活得轻松一些 不然我们就一直在活在过去 或者活在未来的恐惧 或者过去的怀念 这些都不必要 再好都是过去了 那因此呢 这个电我们要这样去想 那么我生活的一切呢 如果是这样 我们上次不是讲说 我们啊 今生得以成为 这作者是谁不可靠 我们今生啊 如果我们得以成为母子 也不过就一生而已 这么短暂 想一想 回去就不要骂孩子了 对 如果这么短 我们怎么舍得拿来骂 那如果说是 我们不这样想的时候 不是无量时节这样想法 你会觉得这辈子好长哦 你会觉得说 天啊 我要跟他一辈子 然后他在沙发那一头 在沙发这一头 就觉得日子很难过 你要想说 因缘真的是 如幻一样 那你 如果你有刚刚那个想法 你要知道 就算你这辈子里面 你不得不跟 你很讨厌的人 在同一个屋檐下 或者你不得不跟你很爱的人 一定要分开 即使是前者 你都要这样想 虽然我现在 你跟你很不喜欢的人 一定要共事 或者是共同生活 你要这样想 这因缘也一定会一直改 为什么 有哪些因缘改 你想说不可能 这个人就跟我刚好同一个部门 我们又分在隔壁的位置 怎么改啊 我每天八点来就是要看他 看到五点 怎么改 可是呢 真的因缘都还一直在改 比如说 我的想法 每天都在不一样 他的日子也每天都不一样 这当中 我们当中 还会加进来很多的 不同的人士 搞不好 后来你就跟他变成好朋友 谁知道呢 所以那个因缘 真的一直在改变 那于是呢 他就说 这个猛胜自然 苦惧日光 指的是我们的人生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很苦 苦 就像那个热 是次热的 然后呢 好像那个日光 八月 夏天八月的正午 十二点 就是苦惧日光 然后呢 耳 耳就是佛法 你呢 好像是那个 很清凉的大水 无上大臣 红是大水 柱就是柱上来 灌上来 那这个无上大神 来论治我们众生 我们的诸有善根 那在这边呢 上人开示 论治呢 指的是 如果干燥泥土 风吹 就会尘土飞扬 上人这边 指的尘土飞扬 风吹 就会尘土飞扬 那是因为 泥土干燥嘛 那这边呢 所要隐喻的风吹 指的是 生活上的种种境界 尘土飞扬指的是 境界一来 我的烦恼就很多 好像尘土飞扬一样 那因为我此刻的内心 是充满的无名 所以是用干燥的 这个心 来形容 那露水呢 开始在草木上凝结 虽然看不到 第二天清晨 我们可以看到 尘土已经湿润了 所以教育众生 也是点点滴滴 循序渐渐 不断 不间断的学习跟引导 这里讲到教育了 教育真的是一个 百年大业 那教育啊 我们说佛教佛教 其实比较正确是 佛陀的教育 没有什么宗教不宗教 就是佛陀的教育而已 那这个教育里面呢 让我们呢 得以不断的从理性思考 而且从非常宏观 而且从世间的真理 来看待这个世界 真是太棒了 所以你会发觉 你现在在看世间事 已经逐渐的学会 用佛陀的思考角度 去看事情了 我们其实是有在进步了 这里所谓的功夫 底蕴 因为这边要讲累积嘛 循序渐进 不断不断的累积 累积就是功夫 就是所谓的底蕴 没有一个东西 那个快速就可以的东西 都是大家都会了 正是那个不断不断 要累积的那个东西 才是真功夫 那修行正是如此 一点一滴的累积 所以呢 你会发觉 我们只要亲近佛法 不要让它在 我的生活里面断掉 然后呢 改变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对佛陀的敬仰 所以我们要跟他学习 因为我们发觉 佛陀的智慧跟德恨是圆满的 那我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每天都趋向他 这个趋这个字 我觉得是优雅的 是理性的 是正确的方向 是美好的方向 你不是急躁的 我每天都往那个 更美好的自己去趋向 所以我们靠着佛陀的带领 我们每天往那个方向 再接近更好的自己 那不散种子 并功德天 普令一切 发菩提蒙 上人在里面开示说 想要成为 成佛 修成菩萨的果位 一定要 福会 两个都要修 那怎么修呢 一方面我们要为众生服务 那么这个是 福的部分 另外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生死 探求解脱方法 这是会的部分 那 这边啊 普令一切 发菩提蒙 蒙就是这个 细牙 也就是我们的菩提牙 就会出来 那我在这边菩提牙 有个括号 就是觉性 这样 也就是 我一边啊 为众生服务 那一边为自己生死 探求解脱的方法 那么我的觉性 就会逐渐的产生 也就是福跟会 同时去做它 那这里呢 所谓的不善种子 也就是我们不停止的 让自己的念头 不停止的 趋向更好 如果现在生起的一个 负面的念头 察觉的 马上把它转为正念 然后呢 你不断的善行 不断不断的 大量的善行 当你善行广批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的运改 那更重要的是 你的智慧也不断不断的 会提升 你都一直会出类旁通 笑了分别心相证实 有无常端明显显白 无爱便才长转发轮 为地仙多一言余臣 善解脱风出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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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于在玩自己愿意 更担变ぎ 后来一定会ход 完了 求八道军 出来 expos 无灵一切发不提醒 无量大悲 救护终身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是 蓝天白云好时光 我是嘉玲 在今天的节目单元 所安排的是 无量夜经奖记 陈秀娟师姐 在社区的导读系列 那么今天进行到 第四集的内容里了 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 这是无量夜经 德恨品寄送里面的歌曲 每一回听到德恨品当中 这一句 普令一切发菩提心 真的是很感动 我们真的要福慧双修 在无量夜经奖记的 82页 上人就告诉我们 每一位众生的心地里 皆有一亩功德田 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耕作 那福报是由布施行善而来 但是想要成佛 或者是要修成菩萨的果位 我们必定就是要佛慧双修 所以上人也告诉我们 今生一定要广结善缘 就是当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 对应到日常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动作行为时 都能够用最好的善法 互相勉励 互相的来成长 当我们一方面为众生服务 来付出 另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死 探求解脱方法时 我们的菩提牙 这份的菩提觉性 就会慢慢的蒙发出来 那紧接着后半的等元内容里 陈秀娟师姐将引领我们去思考 在佛法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启发 那就是无所分别的平等观 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导读人 陈秀娟师姐 大 被赵 不胜似合 知名奔赏 大 八舌一荒 奔灭冰箱 小鸟遥兴 随兵收遥 大船时 云载轻声 无声四合 执念安安 八舌一荒 也就是这些大臣的菩萨 法身大事 他们布善种子 然后变功德田 菩令一切发菩提蒙 那么菩令一切指的是 希望也就是帮忙另一切 这一切指的是众生 那众生是谁呢 上人在法辟如水的下卷 有一段开示里面讲平等观 可是上人举的例子 居然跟这个看起来 表面看起来没什么相关 他举的例子是要素食 不忍食众生肉 跟平等观乍看好像没有关联 和事实上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平等观里面指的是 所有众生皆平等 那众生的涵盖 当我们在谈平等观的时候 包括没有宗教种族的对立 没有政治对立 没有有钱没钱身份地位 男或女的对立 这里也包括 没有动物与人类这样的对立 所以所有的有生命都是 那么这里菩令一切 是所有的众生 所以未来啊 我们对众生的概念 就不只是只有人类 那在这里呢 所有这些菩萨呢 他布善种子呢 就希望我们能够发菩提蒙 那他怎么布善种子呢 就是他们不断地讲法 不断地视线 不断地来让我们看 好 那这边上人开示 他说想要成佛 然后修成菩萨果位 一定要福慧双修 那怎么做呢 那第一个呢 要为众生服务 那下一个上人说 为自己的生死探求解脱方法 这个就是慧 那探求解脱方法的时候 我的菩提牙就会蒙发 上人在八十二页说 我们菩提蒙就是菩提牙 那其实那个决性 菩提牙其实说的 再更明白一点 就是我的本性 就会慢慢慢慢地凸显出来 那我呢 这两个东西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一方面为众生服务 一方面为自己的生死探求解脱方法 其实啊 他是同时在进行 而且各位菩萨现在正在这么做 什么叫做生死探求解脱呢 就是我们要找到解脱轮回的方法 找到解脱轮回的方法 就是慧 那这里啊 善种子呢 所谓的种子 好的种子 换句话说 一直布下好的念头 让我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好的 那这个每一个念头呢 我们就所谓的起心动念嘛 每一个当下就是每一个起心动念 那我每一个起心动念 其实那个起 那个心在起 或者是那个念在动 换句话说 你每一个想法 那个都是很随机 或者是很快速 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是散念的时候 那么你的境界都会是好的境界 如果我都是恶念的时候 那么我都会是现不好的境界 一个人他就在那儿 你的散念跟恶念呢 会牵涉到你对他的想法 会产生是令你愉悦的 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那都是我自己想 所以我们就知道 是境界确实是由我念头所变 所以有时候万一啊 一个人真的很讨厌 然后那个讨厌令你很不舒服 然后你会发觉一件事是 他不知道 他正在喝一杯香浓的咖啡 他很愉悦在享用一块蛋糕 美味的蛋糕跟咖啡 可是你在旁边你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他很好 那是因为你的念头跟他不一样 那么下一次要是你觉得说 有哪一个人你觉得很无法过得去的时候 你就不妨了 不要想好或不好 你就先不要 你也不用勉强自己说 你非要爱他不可 因为初期还没办法 但至少你知道说 这个就像所有的万事万物 一定是存在的 我不要那么特定的 去把它看成比天还大 那万一下次再有这样的时候 你试着自己的那个不高兴的念头 不要放得那么大 那因此呢 我们不断的念头 如果我已经养成到 什么话我都听成好话 什么事都想成好事 那就是我的善种子 就变功德田了 好 那再来就是八十三页 八十三页呢 智慧日月方便时节 扶苏增长大乘事业 那这一句呢 就是我们要增长大乘事业 也就是要把这个大乘的佛法发扬光大 那么智慧日月指的呢 上人在那边开示 就指的是 这个菩萨的智慧 好像日月一样 可是这里有一个关键 没有分别心了 没有分别心 这个没有分别心就出来了 没有分别心太重要了 那记得我们 以前读书有提过 我们学佛要学 让我本性当中的三个美好的心 把它给找回来 第一个心是慈悲心 第二个心是清静心 第三个心是平等心 那平等心就是来对峙分别的 菩萨想象一下哦 这三个心哪一个最重要 平等心是最重要 你想象哦 如果没有平等心 你有没有可能清静 有没有可能不生气 有没有可能不烦恼 没有 对不对 因为我有分别 有分别呢 所以我们会产生很多的烦恼 那我如果没有平等心 有没有可能有慈悲心 不可能嘛 因为我的爱是有选择性的 对不对 平等心的话 我的爱应该没有选择性 对吗 好 所以呢 我的爱呢 包括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美丑 我都爱它 还有不同的生物 对不对 所以如果没有平等心 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慈悲 所以平等心真的很重要 如果修成平等心的话 我们真的就断了执着 在这个分别心这边 还有包括恒顺众生这边 还有包括忍辱这边 这几个概念是比较不容易了解 大部分我们会想到说 我如果忍辱 我是否失去了自我 如果对方是错误的 我还要恒顺吗 那我那天看到有一句话 给我很好的提点 所以帮助我厘清很多观念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 他说啊 君子 菩萨不妨写下来 然后你好好的品味他 他说君子 和而不同 和平的和 和 而且的而 和 而 不同 不一样的不同 小人 同 而不和 我看到这句我完全恍然大悟 你看我们一起做同样一件事 我如果和是指我跟你和和气气的相处 就没有对立 这是不是就忍辱跟恒顺在里面 但是呢 我仍然保有自我 因为我有 也许我跟你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仍然可以做我自己 但是我不会跟你生气吵架 但是呢 小人是 同而不和 所以哦 给我很大的提点 我可以不同 但是我仍然要和 和是很重要的 这样就恒顺众生了 这样就柔和善顺了 那在这边呢 没有分别心 是我们非常要努力的 这边少人开始说 我们救度众生也是如此 因此呢 我们想要去救众生的时候 当然是不管谁 我们都要完全尽力的 努力的去救他 那么 说到救度众生哦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自度度人嘛 那这边有很重要一件事 我们谈的比较多是救度众生 可是我们忽略了 我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所以 帮助自己 能够解除自己 有智慧处于自己的烦恼 痛苦 也很重要 所以我没有自度 我没有办法度人 所以 我如果 想要 这边讲的 救度众生 我要做到这个之前 我自己应该要保持 经常的愉悦跟快乐 我要有能力 幸福 我才有可能帮助众生 那上神在这边说人啊 在极度苦恼的时候 或者极度快乐的时候 都无法接纳佛法 我觉得这句啊 真的是 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会发觉 我们在这个时候 此刻能够谦卑下来 愿意静下心来听佛法 真的是好感恩的事 如何去帮自己 保持收入在 那个刚刚好的状态 真的不容易了 那上人说呢 这些大菩萨培养我们发大心 要做大事业 这段开始讲了两个 这些菩萨给我们的几个 启发 第一个 启发我们的去除分别心 然后启发 用方便法来度众生 然后也启发我们要发大心 好 启发我们的这些菩萨培养我们的几个 遍却一切中爆发 只会深入终生歌 启发我们的几个 那接下来在八十四页 令众集成 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这些法身菩萨 令众 也就是帮助 众就是众生 集呢 在这边呢 特别 书上特别强调 不是快速 是到达 帮助众生 到达 无上正等正觉 然后 你看呢 这里啊 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领悟是什么 可是下面马上有一句经文是这样 常住快乐 换句话说 如果你能常住快乐的话 那么你多多少少少是往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方向来走的 来发展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佛的时候应该是 也就是所谓的提高那个感到快乐的能力 那个能力要把它启发出来 然后经常能够感受快乐 然后经常感受快乐以后还能常住快乐 真的好感恩佛法 让我们懂得去体会 那有时候你想一想 这样的一辈子 你不觉得应该处在这样 我们却把它拿来每天烦恼 岂不是可惜这个宝贵的生命了 那常住快乐 唯妙真实 无量大悲 然后救苦众生 那这些菩萨还帮助我 要怎样呢 我除了要常住快乐 而且我要有无量的大悲 我们知道悲呢 是我能够同体大悲吗 也就是体会别人的苦魄 再来86页到89页 也就是这些菩萨 是我们众生的真的善知识 所谓的真善知识 为什么不讲善知识就好 是讲真的 真的指的是佛法 至上的一个智慧 那这个善知识呢 你身边会有 但是你要判别 也就是他能够给我激励 可以给我启发 可以给我正向的 所有这些知识的来源 都是 那么这些可能是人 可能是书 可能是开示 只要给你这些力量 都是善知识 那当然佛法是 你永远可以依靠的 而且里面精深 你永远可以不断的进去 那么这里呢 他说这些菩萨 是我们的大良福田 是我们的不请之师 是我们众生的安隐乐处 是我们的旧处 也就是他帮助我们 他保护我们 他大一指 一跟指 你会想指在哪里 一在哪里 每次看到一指 我只会想到一件事 就是沙发 你很累了 你就想靠在沙发上 沙发就是医植的感觉 如果那个沙发不舒服 你就不会医植 你不会在医植 在板凳上 对不对 因为没得靠 所以你只会 医植在沙发上面 那你这样倒过来想 佛陀是这样帮助我们 菩萨是这样帮助我们 那我现在要度人 我可不可以当别人的 真善之士 我可不可以当别人的 不请之师 帮别人的旧处 互处 大一指处 那再来呢 上人这边有个开示 他说凡夫众生 都有癫狂的毛病 哦 这里你看哦 这里有个字 接 就是所有 所有 我们 你跟我都有 上人说我们都有 癫狂的毛病 然后呢 只是我们的症状 轻重差别而已 那 这边呢 上人在开示 所谓癫狂慌乱的意思 是什么呢 发起脾气来 跟精神病患 没有两样 只是发作时间长短而已 讲起来 真的是要忏悔 对不对 那 所谓的这个正念 其实我们的境界 我们周围境界一直都在 那如果思维的惯性 没有改的话 那么我就 没有办法浮起正念 那我要调整我的正念呢 只能 往佛法里面去找 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免就悲观起来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靠佛法 不断让我能够开朗乐观 感到幸福 那再来呢 九三跟九四页呢 他说这些菩萨是我们的传师 大传师 运载 群生 度 生死 和 然后自涅槃案 那这边呢 文艺很清楚 那么涅槃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人开示 说涅槃就是寂静 寂静是什么呢 上人后面有说明 他说呢 寂静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心啊 不受欲念诱饮 能够安住 不过这边又讲 安住于寂静 如果让你比较明白 就是 我们的心不受欲念的诱饮 然后保持安住 这就是寂静 不受欲念的诱饮 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说 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你现在去百货公司 你看到东西 你想买 那你就受的诱饮 你现在看到一个 不喜欢的人事物 于是你产生的 不愉快的 这些东西都不断的 在影响你 那怎么办 我如何能够不受影响 那这里上人 又给我们一个方法 他说 还是老化 不断的休息 不断的练习 那练习呢 我最后的目标呢 就是在寂静 那这边呢 伊丽莎白二世里面呢 有一段话 大海漂流 大海漂流呢 它在隐喻啊 我们在六道轮回 因为你在大海漂流 说来也很好笑 我们是岛国 对不对 可是我们对海洋 很不熟悉 然后曾经有一个人 有一句话 他说你站在海边 你只要转个身 你就可以面对海洋 可是我们大部分 都背对海洋 对不对 我们对海洋 很不熟悉 那我们也不擅长出海 他们在英国 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嘛 所以伊丽莎白女王 从小到大 她没有出海过 所以她的大臣 出海了以后 回来 在大殿上 伊丽莎白女王 就问她说 海洋是什么样子 之后这个大臣呢 就有一段的说明 在讲这个大海的情况 那因此我们在六道轮回 就很像在大海里面漂流 那是很可怕的 无依无靠 那我如何解脱这个 生死的这个 这样一个轮回 等我找到了解脱的方法 并且练习成功了 我就到涅槃境界 那怎么样解脱生死 不要轮回呢 我们说呢 解脱 有解脱生死 还有解脱轮回 还有解脱烦恼 这三种解脱 那其实如果你有能力 解脱烦恼 你就解脱了生死 有能力解脱生死 就解脱了轮回 所以啊 源头还在断吸气 那我怎么样的 生死没有解脱呢 打比方号 我们这辈子呢 有什么执着 一直放不下的 那么将来 我们会回来找 那我就解脱不了 所以你就不断的 在这样子的 你所执着的主题上 不断的 不断的轮回 那么最后 刚好我们今天 最后的结语 也跟这个 执着有关系的 批评很容易 但是带领改革 那个人 其实非常困难 所以其实要提点 的是这一点 所以当我们所有 对于所有 觉得需要改革的部分的时候 不管是小自己的家庭 一个团体 一个国家 甚至于一个宗教 其实我们怎么样去配合 协助激励改革的完成 而不是去批评谩骂 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的团体 也是一样的 改革很难 我们都说 为什么不这样或那样 其实带领的那个人 其实很辛苦 不容易 要当那个人不容易 今天最后的结语 想要跟各位菩萨分享的是 广青老师的一个法语 那么他讲说 你所眷恋的 即便仅仅是一根草 你也必将再来 给我们很大的警醒 那我下面加了多一句 可是我眷恋的 居然是一座森林 所以我们对世间 所眷恋的东西 多如牛毛 因此呢 我们如果是在森林里面的话 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花 大树果实 那也就算了 我们不仅 我们想要一座森林 而且呢 我们着眼点 都还在森林里面的杂草 所以 如何我们透过 佛陀的导印 让我们能够逐渐的脱离 脱离 先是脱离烦恼 最后连森林也脱离 虽然它需要一段 无量时节 不过今生 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人们的杂草 离烦恼也不够 我愿意烦恼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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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有物质上的享受世间的快乐都很短暂 因为是您的心无止境的追逐 所以我们要安住在佛法的境界里 这份心灵上真实的道理 真实的清安自在 佛菩萨度化众生教我们要以智慧来转化我们所遇到的境界 才能安住在涅槃其境 身心清安之中 让人告诉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 平时就要训练好定力 千万不要让坏的习惯养成 否则心一乱 要恢复宁静 就很困难了 我们彼此来共眠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 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 我是嘉玲 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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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